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ovie 那我想要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其实在十多年前啊 我还是一位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可是在那时候呢 我就认识到一位师傅 他是Master Edison Foo 那他在当时呢 就提升了我的运气 提升了我的命水 改变了我的命运 让我在当时顺风顺水 改变了我的人生 所以呢我就推荐给我们的这位channel的老大 就是文王爷 去采访我们这位Master Edison Foo 一旦究竟到底Master Edison Foo 他的神力到底来自何处 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可以改变人家的命运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文王爷怎么说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 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十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今天就来到这里啦 就是JOMINDAQ推荐的这一位师傅啦 师傅你好 师傅这边呢 其实我一进来感觉也是蛮良好一下的啦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 然后据我所听到JOMINDAQ推荐的啦 就是讲师傅你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 就是你可以灌天灌地灌鬼神 对对对 其实师傅你从几时的时候就发现到你有这个能力 应该是可以讲小时候开始啦 因为小时候我也是经历了一点问题 然后就说 那一次好像看过鬼神的东西这样子 类似在我本身差点死去这样子 我那时候不相信鬼神的 然后我去到一个海边的地方 一个巧合 然后我就跟一般也是亲戚这样子去 小时很小 然后我是应该四十多岁 然后我去到这海边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农夫 从农夫开始 他在哪里招手 那时候我真是不知道 他对对我笑 那个笑是很惊慌的笑 而且你看到像是很恐怖的感觉 然后看鬼笑 然后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 哇 他一直招着 就是说拿着手针子跟着招手 然后我就突然间 差不多走到那个海边 然后我的表格打 背后一下子我整个清洁 就说我 我看到有人跟我招手 所以我就走过去 然后我听到真的 从此之后那时候 遇到鬼那时候 我整个天脸就开了 基本上师父跟 每一个 我们讲同生 或是一些同龄师 他们成为这些 灵媒或同龄师之前所经历的东西 大致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奇遇啊 对的群啊 对的群啊 就是有什么就是 服务这样子的 就是你比较擅长的什么 嗯 这边擅长的 它是 大致上是风水啊 然后算个人的运动 一半之类的 因为我现在的产品是 我自己制造出来 有一间 给人家开仓库的 然后有些是 也是给每个人可以用到的 帮助他下入业障的 然后可以整他的 5% 所以有几个服务啦 然后去风水啊 然后加持也是有 在之前你们有看我的影片 你们都有知道就是 啊 风水这个体系啊 啊 风水它不是迷信 它就是一个 很大致上的东西 我们每次都会讲啊 英明落运上风水 其实这种 概念来讲的话 师傅 你对于这个概念 有没有更加深入的一些调解 在风水的家 因为我认识这些风水的时候 也是有进修啊 因为这个是主创的风水 然后这也是去进修在国外 然后倒回来马来西亚为中午生 那些什么物啊 这样子 有些是眼睛眼外可以看到 而眼睛 就说我们普通就可以看到 而我是看到 人家风水是看不到东西的 有些 屋内它有一个人的体在里面 或是有一个磁场的 那样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做 我们讲的起研跟那样 你们知道的 然后每个 每个地区也是有哪种的那样 然后我们知道 那个地医的问题 所以这个 跟其他的门派不同 这是我今天本身的派人生 有一个比较深套一点的问题 就很多人 可能他们 你们都讲就是命运 有些人就觉得命运 是已经注定了 在我的认知里面 注定了的 这个东西就是密 但是 运 其实是可以去修改的 就是可能 比你比较好获益 对 所以 这个算是一个障碍 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也是解释过 而我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这也是经历 所以我跟你讲 阴神 等于也是 你可以突破的 用什么方法呢 以前说 是用修法 修法而改变 或做 善事而改变 在我们的DNA里面 业障障碍 已经注定你 前世的做的东西 然后 再一下警示之音 就是受的果报 这是你的DNA 我们可以做 其他的东西 风水方便 一定要做 风水方便 第二个 修行 修什么行呢 比如我们讲 做布施 或做善事 第三个 他们讲 我没有能力 那布施也是用很多的金钱 或布施 布施也是算很多东西 可以笑啊 或去帮助人啊 或是修 用一种方法 做六个布施 这三种 可以做到的话 你的DNA 前世果报名言 和今世果报寿的 就可以改变突破 这样子如果是讲 在个人的运程方面的话 心肤里又是怎么样去看 有看透过八指 然后我这个是特别不看到 每个人的副场 是什么代表 然后它是多少个副场 然后用什么滑指把它打开 有些人是十年开始开股 开股传育 二十五年 或是什么年份 它可以开股 也是用方法去看 还有一个是二十八星数 然后知道人好坏 那个对方是对人好 或是前前四五是看到的 因为有一些就是可能他讲 前四的东西就已经是过去了 就是不要再去记了 可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 要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之下才要去看前四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些会讲八字做生意的 我就看他前四是什么关系 而今世他的果报跟你的之间 他会伤害到你 有什么关系 正常来讲前四不用拥 但是有些人讲 爱情生意果报等等东西 他们也是要看啊 这个人为什么他这样子对我 然后我就看 哦原来是什么眼睛不知道 今世有什么关系 也是属于说眼睛在主 哦 就是有形的眼睛在主 那无形的眼睛在主 就指的就是一些障碍啊 法案啊那些 对对对对 他来障碍他 所以说你通常是怎样去帮他们解决 这一些东西 基础啊 每个人可以用眼共 嗯 在眼共可以去解决 这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 他可以改变 因为这不是不是普通天空的 而我自己测天空的 因为我放了很多甘露 嗯 是传承甘露 就是说我自己主持传承甘露 诶 刚吃了下去啊 你厌了整个物质 虽然什么 有些物质就是有灵体 或是你身体有灵情在主 他们闻 他们闻的时候就可以解决 除了是供陪生以外 就是供陪那些可能外面的一些 好兄弟啊 又或者是自己的这些人 对对对 我说说柔阴身 哦柔阴身 他们都当了柔阴身 除了这个烟共以外 其实师父我听了 就跟他有一些开益的一些法律 嗯 就是一些可能 类似于保湿 对对对 这些保湿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属于半财的 这个高顶级的 就说它可以取材 这个宝石属于人家放在家里内 或是放在身上 它整个能量可以开 这个属于是财富啊 在佛教有一个岩的样子 这属于是鱼宝 鱼宝的象征 也是给财富 可以放在哪里面用客帖 放在那个办公室或是保守家 因为它有器材 它属于是总提伯母的其中一个的宝宝 这个是射离宝射裂 什么叫射离宝 就是射离宝 射离宝就是高升的射离宝 对不对 因为这间固执也是有 就是祖师之间留下来的 然后我想到给众征可以请部去配搭 因为这个全部是根据主题活物的法器来制造出来的 也是利益中长的 这一些法宝就是我们可以讲的 它不算是一个仪式吧 就是我们以一个能量 来去抵抗一些不好的能量 所以这一些宝石 如果我们带到一个期间 我们是要拿来给它进化加持 对对进化加持 今天我们也是有看到这些 严控宝石 甚至我们也听到了 就是 其实呢 有一些东西都好 不要觉得命运 就已经是注定了 命是已经注定是这样子 可是 运的话还是可以去改改 如果你相信的话 就有了 你不相信就没有了 就这样子了 如果你们想要找师傅 来去 算你们的运程 又或者是 你们看到刚刚那些宝石 所以你们觉得可以帮到你开运 又或者是你想要去供养一些 所谓无形界里面的 这些冤情债主 或者是给你自己寄功的也好 你们也可以要师傅 严供 又或者是把门转运转运之类的 就浏览它的Facebook ID 就是Whatsapp 师傅如果你想要一些预言的话 所以这次 再次感谢师傅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好安